中國外交部駐港機構要求香港外國記者協會 重新考慮邀請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演講的安排 事件公開化之後繼續發效 特首林鄭月娥星期日參加全民運動日活動之後 就此事接受了媒體的採訪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對港獨議題的立場非常堅定 一點也不含糊 要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必須要維護國家安全、主權 發展利益以及領土完整 對任何鼓吹港獨言行港府都不能容忍 她表示有機構以港獨或香港民族主義為題安排活動 非常可惜以及遺憾也完全不能接受 這項活動應否推進林鄭月娥相信該機構會自行考慮 而在之前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與香港外國記者協會交涉 要求重新考慮邀請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演講的安排 不過香港外國記者協會表示活動將會按照原計劃進行 外國記者協會星期一下午四點半發布新聞稿 展示了邀請陳浩天演講的原則和立場 新聞稿當中表示她的會員和港大的公眾希望聽取任何辯論當中的各種不同的觀點 就記者而言這也是他們的責任 外國記者協會認為在香港這樣的自由社會容許公眾說話 以及自由辯論是十分重要 即使是公眾並不同意某種特定觀點 主辦這項活動既不代表他們的贊成 亦不代表他們反對某種特定觀點 只是因為陳浩天及他的政黨在當局要取締後成為了新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